好 然後 連三天 好 連三天 而且都花錢請我這樣子 然後這三天當中 他們慢慢秀出一個 不尋常的氣息出來 發現你是詐騙集團 沒有 發現 第三天 他們終於那個 決定要最終決定了 就是說 不是啊 你到底要不要弄嗎 就一千八百萬 你是錢不夠還是怎麼樣 有點想要假我 想要激我 對 然後我就說沒有啦 這個因為我們公司是做節目的 這個也不擅長 我只是了解看看而已 這個錢真的對我來講太多了 馬上病一病 生氣了吧 然後那個 原本那個叫了一首韓式啤酒對不對 然後喝了三瓶 另外三瓶沒有打開 不想多付那個錢 對啊 萱萱 先生什麼意思 沒有啊 杜麗不是私底下 都叫他萱萱 新加坡人 其實也是很冷漠 就是基本上不會跟不熟悉的朋友聊天或什麼 然後只要是 他怎麼會跟杜麗聊天呢 我們很熟 你不要這樣子 爸爸我會很熟 都叫到萱萱了 OK 然後只要是突然來得嘘寒問暖 就是一定有目的 然後因為我上一次去義大利玩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臉書還有IG打卡 然後打卡之後就有一些朋友就問 就來突然間問你 跟你問好啊什麼的 然後其中一位他非常高招 他就從第一天就跟我一起聊天 然後聊天就跟我說 他去過這個地方 然後貼連結給我 然後跟我說這個餐廳好吃 然後這個地方好玩什麼什麼 就跟我聊很久 然後到了最後一天 他知道我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就開口說 你可以去這個地方幫我買包包嗎 他也忍到最後一天耶 對 然後我就去幫他買 然後買了之後我回國的時候 跟他一起吃飯 然後吃飯我就把這包包交給他嘛 然後我也忘了要跟他拿錢 然後他就人間蒸發 再也沒有聯絡 什麼 我就再也沒有聯絡 領牌包包嗎 萱萱你下次要去哪裡 我可以傳一些網址給你 我沒有出國沒有錢了啦 被騙說了 被騙說了 搞到沒有錢了 被買完了 講到義大利 因為我真的以前都是覺得歐洲男生 義大利男生很紳士 很男人 很男人 然後就是覺得很友善這樣 所以我第一次去義大 就是朝著這個夢想前進 然後看到義大利人都很帥 然後我是真的比如說 我拖我的行李 然後走在那個石頭路 不可能 是真的滿吵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義大利人好好喔 然後那幾天旅程都覺得 今天這一天來 會不會幫你拉的原因 是希望你趕快離開 我才剛來 然後呢 剛來 下來拖著車 然後那個義大利人 又把他搬上計程車 沒有 反正 人機潛板啊 反正前幾天我都覺得 天啊 一大利人人真好 然後真的是你去餐廳 那個人就是餐廳的服務員 會幫你這樣拉椅 肩 我都覺得 就是讓你摔下去嗎 那 你要坐啊 就往後拉 哎呦喂啊 哎呦喂啊 幹嘛這樣弄人家 好兇喔 沒有那麼幼稚 然後呢 反正前幾天的夢幻泡泡呢 就在我有一天去了羅馬 我搭地鐵 因為羅馬的話 就是他們地鐵算是滿盛行 就是會去搭室體驗看看這樣子 然後那天地鐵非常擁擠很多人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個好帥的一個 就是義大利人要讓位子 哎呦 他就這樣子 看我們餐廳 還這樣 就是叫我過來坐的意思 這個不是葉問的姿勢嗎 然後呢 我就想說 怎麼這麼好 甚至要讓我坐位子 然後因為我東西也是很多 大包小包 真的啊 正當我要跟他換身的時候 我發現奇怪 我的手 這邊的那個 這邊有個口袋 好像有被摸的感覺 被摸 內褲被偷走了 好厲害喔 我當時還 有空舉內褲 什麼怎樣 重點是 我那時候還想說 該不會他對我有意思 還是要性騷我嗎 可能要想要揉你的腰 腰可能 就是可能一個轉身 然後可能會摸錢 有 有可能 結果他在偷我的錢 蛤 因為我這邊就是 你知道我們去歐洲 都會放小腰包 裡面有裝錢這樣子 對 所以他摸我這邊 然後我口袋這邊有一個腰包 他就手要伸進去拿那個腰包 然後我正要這樣轉身的時候 我又發現我這邊的口袋 他手已經在那邊的口袋了 就是一個外套的口袋 就伸進去了 對 然後趕快把手拿出來 那你下次要放在這裡啊 因為畢竟被偷也開心過啊 也對 起碼你舒服到了 被偷錢包小優多失望 被偷牙偷就舒服一點 說好的結色呢 真的 意大利人非常非常的 會有目的做事情 我覺得尤其是女生 而且在意大利人 跟意大利人 都是有目的的 像我之前喔 有一個朋友 男生 他有一個女朋友 突然莫名其妙 那個女朋友 開始對我非常的好 然後還約我出去 因為我去海邊 然後他一直提 跟他男朋友分手 所以我會覺得 你們兩個怎麼了 但他一直提一直提 結果 他一直提到我們兩個結吻 很帥 對 然後結吻完 你知道嗎 他的男朋友很生氣 當然喔 對 然後我們才發現 其實他根本就不想要 跟他男朋友分手 他只是想要 他只要氣他 要氣他 對 對 所以那個女生根本就不喜歡我 只是他 他跟我結尾是賺到而已 後來就要賺到 對 他賺 什麼是賺到 賺到吧 好 我們不要講別人 台灣人其實有些時候 做事情也有目的的 台灣人做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小心喔 他可能有目的 台灣以前很有人情味 那現在特別在台北 就是鄰居根本 真的耶 那偶爾在電梯那個碰到面 還會尷尬喔 還會突然不知所知 對 然後手在那邊一直在那邊 轉圈圈這樣 沒有這樣 那頂多點個頭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一直以來 日後日每天都這樣 然後有一天呢 突然又進電梯了 怎麼笑意盎然這樣子 沈先生 其實我們都喜歡你很久了 大家當鄰居 其實有機會 就來我家坐坐 好 我老婆 事出好意喔 我老婆下個水餃 給你吃這樣子 手子賣酒是不是 對 對 實在好吃耶 所以你吃了四餃子 心裡想的四嫂子 那我想說 既然大家已經有好的互動 那我就 講個兩下話給大家 下水餃很好啊 那你知道水餃是公的 還是母的嗎 下水餃是公的 公的啦 因為水餃有包皮啊 好啦 笑鬧過後 第二天 他真的來約了 然後就叮咚叮咚 陳先生 來 迎接我去他家吃水餃 然後一坐下來 不能吃別的嗎 有啦 他有叫幾盤那個老天鹿 我一進去屋子裡面 不只我一個人 還坐了五個人 大概都中年的男士 或者是女士這樣子 那個臉 一臉就是那個 你知道那個業務人 會有業務臉嗎 對 就像子龍這樣 對 你子龍吧 然後呢 我大概吃到第八顆水餃的時候 他們進入主題了 是這樣子的 他就從那個包包裡面 拿出一瓶風膠 這個風膠啊 這個是從巴西進來的 開始推銷了 非常厲害 這個有傷口 或嘴破啊 幹嘛幹嘛的 原來他要幹嘛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最後講了一句關鍵字 陳先生 以你在演藝圈的知名度 我們這個體系一定可以撞到 直銷 搞直銷啦 搞直銷啦 所以你現在在賣風膠 我家裡面還吞了二十瓶 東講西講 就是為了搞直銷 後來往後的日子裡面 我又陸續遇到類似的狀況 我發現台灣人 如果沒事請你去他家做客 特別約在家裡面 不見得會約在咖啡廳 直銷 要不然就是要你簽保單 對 做人頭 大概都不外乎是這幾件事情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我們以前 是我的以前的同事 我們上班的時候關係很好 但是他離開我們的公司的時候 我們不聯絡 之後過了一年 他就打電話給我 之後跟我說 波文你知道我賣房子 要不要來看 那我就在台灣是正常的 那我就去那邊 他就給我看房子很不錯 然後他做菜給我吃 然後那邊的太太 然後他一直誇張我 我說其實很想我 我們很少聯絡 所以應該要正常見面 我可以去他們的新家 然後他可以帶給我吃 之後呢 快要做的時候他跟我說 欸不 你知道 賣房子花很多錢 然後你可不可以 借錢給我 因為錢不夠 他借多少錢 不多 因為差不多十萬 因為他說要賣家 十萬還不多 十萬很多耶 還不多耶 不是 十萬很多 可是補了房子這個大洞啊 對啊 所以補房子大洞 十萬算小錢耶 應該要百萬了 因為他花錢買房子 可是還要買家具 所以需要錢 所以對 所以我覺得 好 我就幫他 因為他之後 就過了一個兩個月 錢換給我 就沒事了 那是之後一樣 過了一年他不聯絡 然後忽然打電話給我說 欸博文好久沒看到你了 我跟太太要去華連旅行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開車帶你去 你就不需要花交通費 我覺得很不錯 對不對 可以省錢 然後就去了 一天很開心 那邊走來再去 然後第二天 我們快要回去台北的時候 他跟我說了 欸博文知道我最近 開始做生意 然後喊小姐 你可不可以幫我 這次又借多少錢 好 你說 這次也吃不脫了 十萬吃不脫了 但是 那個第二次的 覺得 感覺不好 但他都有還你嗎 因為 什麼他都有還你嗎 他有還我 但是就每次 如果他想要東西 就要找我 平常不聯絡 因為如果我們就常常聯絡 去吃飯什麼的 我覺得可以 我可以幫朋友 但是他就看到一年不見了 之後就找我 然後說 欸可不可以簽給我 之後呢 你知道他沒事的電話的時候 我就不想接電話 這樣壓力確實有點大 每次出去都十萬 那就把你當他的保險啊 就這樣啊 對啊 你可以來找我 找你幹嘛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喔